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ofessor Diamond 我们在台北向您问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是的 可以的 谢谢你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幸运能够邀请到Professor Diamond 我们发表今天第一场的专题演讲 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Professor Diamond 可以说是最棒的一个专题演讲人 他针对威权主义进行了许许多多的研究 而且在斯坦福大学已经任教数十年 他对于台湾对于亚洲地区的民主发展 都有非常深处的了解 而且他也曾经在亚洲进行过很多的研究 提到威权主义对自由的威胁 这是台湾民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而且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政府 非常尽心尽力地想要恢复国际秩序 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们的确有需要恢复国际秩序 而且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能够拥有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水准 能够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而且其实 这有很大的程度 要归功于美国的贡献 我相信您今天所发表的专题演讲 其实 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 您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主办单位告诉我说 安排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由您来发表专题演讲 在演讲之后 我们也会邀请与会者 提出他们的想法 或者是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邀请Professor Diamond 来开始进行演讲 谢谢 黄教授 谢谢 你刚才所做的介绍 我 非常的想念你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真的希望 我现在人就在台湾 而且 我真的迫不及待 希望能够 早日的再回到台湾 今天 我要探讨的主题 是全球各地 卫生主义死灰复燃 这到底对于民主 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对不起 好像现在我们 面临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他们教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处理呢 因为刚才你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 好像连线 网都连线有一点状况 OK 對不起 因為現在網路聯繫不穩定 所以我們在會議現場沒有辦法聽到Professor Diamond 他的演講的內容 請各位稍後 關掉再開 Diamond教授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們現在網路連線不是非常的肯定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你先把你的系統關機之後再重新開機 不曉得Diamond教授是不是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我們認為可能是在您那一端的網路現在出現了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的技術團隊的建議是說是不是可以麻煩您先關機 然後再重新開機 看看狀況會不會好一點 怎麼樣 對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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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e problem is on your end because All right, we will check it 刚才Diamond教授说他觉得问题应该是在台北这个部分 那黄木教授表示我们现在会再仔细的检查一遍 All right, now we can hear you now, we can hear you now, please proceed 好的,好像现在我们可以听到Professor Diamond的声音了 接下来要请会议的主办单位帮我把投影片投射到我们的荧幕上 好,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下一张投影片 这是Hana Arendt 她所讲的一句话 她这句话讲的是自由历史以来 推动人类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 就是以自由来对抗专制 其实这也具体地描绘了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 我其实在两年前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是Ear Wind 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版本 我们继续看下一张投影片 在这边我要为各位说明 在过去十到十五年 有出现八个主要的趋势 首先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自由跟民主出现了衰退的情形 包括美国跟欧洲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国家 虽然号称是民主国家 可是欠缺法治的精神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过去有很多的民主国家 现在出现的所谓的民粹主义 比如说匈牙利跟土耳其 也因为这种非自由的民主主义 摧毁了他们原本民主政治的基础 而第四个趋势 我相信大家在台湾 有感受到 可是其实台湾的问题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重 我现在这边讲的问题就是政治的对立 越来越两极化 政党之间对立非常的严重 没有办法忍受跟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看到有很多极端主义的出现 而且社区媒体也发挥了推波阻拦的效果 出现了很多极端的言论跟行为 第六个趋势就是卫权主义的死回复战 包括了俄罗斯跟中国 而且也渗透进入很多的民主国家跟自由媒体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民主的价值 其实是逐渐的在 在示威当中 包括了美国跟欧洲 都是如此 有很多的独台者也以疫情作为借口 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管制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外 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 所以假如我们要进一步的探讨 为什么民主会出现衰退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衡量目前的情势 然后才有办法进一步的探究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在过去十年当中 有很多的民主国家 过去我们觉得他们是信奉自由主义的 他们有非常稳定的民主基础 譬如说是美国啦 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 那譬如说还有像巴西这样的中南美洲的国家 感觉上他们因为民主主义的这个发展 譬如说巴西的布萨拉罗总统 他就是民主主义的代表 所以已经使得他们逐渐的丧失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边是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是采用对回教徒的一种仇视的这个态度 他完全是以印度教的本位的观点 来破坏他们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譬如说离台湾很近的菲律宾 出现了信奉威权主义的杜特利总统 除此之外还有匈牙利土耳其孟加拉 我们看到这些国家 他们的民主制度都在崩解之中 而且过去即便是威权主义的国家 他们还是会给公民社会一些发展的空间 可是现在在柬埔寨拉 乌干达拉 他们已经越来越线索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了 而且这些威权体制 包括了中国、埃及、沙尔地阿拉伯、俄罗斯 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威权统治 可以说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目前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假如我们来探讨一下 目前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趋势 我们这边去看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 他们过去在第三波的民主发展过程当中 也就是从1974到2006 我们看到有67%的独立国家 都可以称作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国家 可是从2006年以来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比例逐渐的下降 而且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当中 只有不到一半可以称为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国家 而且号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的 国家的数目也在减少当中 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 这些都在指出了过去15年 我们所面临的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的自由度都在下降 从2008年开始即是如此 每一年 都会看到只有50%到70%的国家 自由度是在上升的 相对于自由度减少的国家来说是如此 最糟的话呢 只有40%的国家的自由度正在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冷战之后 也就是91年到2005年之间的这个趋势呢 跟现在 或者说现在跟当时的趋势呢 是完全反转过来了 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些民主政体为什么自由度开始下滑 可能不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军事政变等等 或者是一些蓄意对民主政体的攻击 我觉得这样的威权主义新起 其实是一种蔓延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因为非自由民粹主义的兴起 这里看到了前委内瑞拉总统 Hugo Chavez 还有波兰的现任的这个副总理 都是一些例子 那我们看到不自由的民粹主义呢 它有一些共同的元素 比如说他们是反精英的 他们基本上也是反机构 他们也反多元主义 他们不相信政治上面有多元主义 他们觉得只有一条路会是正确的路 那霸权的统治者觉得只有他们能够解决问题 然后他们要用直接民主而不是代用民主 也通常不能够去宽容种族或宗教上面的少数族群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也有沙文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这样子的倾向 下一张 独裁者就一步一步的去累积他们的力量 去打击反对派 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第一个呢 他们会认为政治上面的反对派呢 他们并不忠诚 他们不合法 他们没有权利 他们一旦掌权之后呢 就会去破坏法院跟媒体的独立性 我们也常常看到他们会去攻击其他的行为者 比如说大学 智库 企业 非政府组织等等 他们 把这一些组织呢 希望纳入自己的灰下 逐渐地将民主政体转为威权政体 那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 选举制度的相关规则 也会受到这些独裁者的控制 让他们能够去操控选举的结果 下一张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发生 背后推动的原因是什么 下一张 总结来说 其实背后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政治的机构非常薄弱 有很多国家 他们没有办法保障法治 全球化以及工业化等等 也带来了一些威胁 我们看到在欧美 有一些移民带来的挑战 这个造成文化上面的反弹 我之前提到了社群网站 他们会推播很多的假讯息 和对立 造成公民的疏离 不信任 那很遗憾的是说呢 这个中国的大外宣当中 有一些真实的地方 就是说 西方国家呢 他们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下滑 他们这个民主制度也在衰退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 中国是一个民主政体 但是 作为兴起的中国 它在制度上跟经济上有很大的矛盾 就跟俄罗斯一样 他们呢 其实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的力量 慢慢地去渗透 加上疫情 让这些状况又更加的恶化了 下一张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怎么样 让事情每下月框 我事后也会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这一些投影片 我也会提供给斯改惠 所以这边我就先不口头解释了 我们进入下一张 讲到中国 不好意思 英文频道有时候断断续续的 目前口译听不太清楚 由于原因有一些断续的关系 英文频道目前有些断续续 无法听得清楚 英文组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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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投影片可以再下一张吗 那我们投影片可以再下一张吗 好 投影片已经打开 好那之前有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资讯战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一段 下一张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行动 对台湾的民主 对澳洲欧洲美国的民主发动了行动 比如说我们的媒体被渗透了 看到中国的大外宣 孔子学院我不是那么担心 因为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很有效 发挥影响力的机制 不过大学或者是其他机构 公民社会还有地方政府呢 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渗透 叙述的观点被控制了 那对于新疆不利的点语 比如说针对新疆 这个图伯还有台湾等等这些议论 也有可能会被审查 所以中国想要不断的去推动它的控制力 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而且现在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去展现他们的力量 包括了一带一路将南海地区军事化 而且他们希望能够取得各国的基础建设 包括了农地、中药的公司 除此之外 他们也希望掌握所有原物料的供应链 以及半导体的供应链 他们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借此来要挟这些已开发国家 所以他们展现了赤裸裸的野心 到底中国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全球的优势地位 包括了在东亚地区 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 他们希望能够成为全世界的超级强权 譬如说他们的中央银行发展数位货币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取代美元 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我们不要忘了 孙子兵法当中有提到 顾善用兵者去人之兵而非战野 我们看到他们所采取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而且他们渗透进入澳洲 日本美国跟欧洲 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 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 其实他们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战而去人之兵 我们继续看下一张投影片 而且他们也进行了所谓的心理政治战 比如说这边我再选出来的是中国的宣传机器 是如何在描述美国自爱富汗撤军 基本上他们最近呢 有两篇探讨这个民主的大外宣的文章 他们其实讲得都非常的离谱 在批评西方的民主国家 他们明显的就是在带风向 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的民众 对中国有好感 他们在新疆所犯下的罪行 在此之前还有在西藏 还有我们看到他们在很多国家 还有在很多的地区都在从事同样的活动 比如说在香港他们逮捕了很多的政治犯 当然我们今天的会议时间不够 如果要详细地描述中国的罪行的话 可以说是庆祝难输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容忍 其他人对他们的批评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很多人害怕没有办法再入境中国 企业界他们担心没有办法继续在中国做生意 没有办法去拜访他们的家人 或者是说他们会 挟持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家属 借由迫害这些家属 让海外的华人不敢讲话 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除了之外 他们过去三十年来 他们过去三十年来 都是处心积虑的 要取得优势地位 所以对于西方的民主国家来讲 如何跟中国进行研究方面的合作 我们不要忘了 中国他们背后都是想要结合军事跟民间的力量 来奠定自己的优势地位 所以在进行科技转移的时候要非常当心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他们也非常重视资料 比如说像腾讯阿里巴巴这些拥有大数据的公司 中国就想要控制这些公司 他们有两个原因 因为所谓的资料就是力量 资料就是新的石油 一旦掌握了这些资料 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人民跟公民社会 而且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来控制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他们也可以透过机器学习 来发展人工智慧 因此我要再次的强调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让 激进集权政府的这个中国政权 能够取得我们个人的 还有公民社会的资料 他们取得这些资料之后 就可以掌控我们 限制我们的自由 而且他们也会打造全球威力最强大的人工智慧的机器 这个对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最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想要瓦解跟抹黑所有的反抗力量 当然 在美国的华裔美人 除了美国之外 他们在澳洲 纽西兰 还有在欧洲 针对当地的华人 他们其实也都进行同样的大外宣 因为他们等于吸收了这些海外华人的力量 希望能够才跟中国政府采取统一阵线 因为他们批评这些国家有种族歧视 当然 这是很荒唐的一套言论 不过 其实 他们 采用这样的策略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瓦解跟抹黑所有 反对中国政权的这个力量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投影片 我想 我 应该很快的来做一个总结 我们 必须要采用一些新的政策 特别是在研究跟科技发展方面 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 避免中国借机渗透进入我们的社会 他们可能以科技研究的名义 渗透进入别的国家 而且 他们有各种的审查制度 特别是在文化领域 他们甚至连好莱坞制作的影片 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 刚才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要很快的做个总结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 当然包括台湾 日本 澳洲 印度 美国 还有英国 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觉 因为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手段 他们 有赤裸裸的军事的胁迫 而且在南海 以及其他地区不断的扩张他们的势力 他们越来越猖狂 譬如说 不断的派遣战斗机进入台湾的 航空识别领域 我们 除了这些赤裸裸的野心的展现之外 不要忘了 他们还有默默在进行的一些统一阵线的策略 他最主要的是要瓦解所有的反抗的力量 而且 我们要想办法去对抗中国的威权主义 他们想要 拿回台湾 他们想要 对 他们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不自由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效的来加以对抗跟节制 好,谢谢